台湾诈骗集团猖决 诈述时日行 月异不慎受骗上当的案件是时有所闻 而华林县警察局就办理社区巡守队凤林 中队下半年度的常年训练 县长许真伟 陷阱局长王旭昌 以及凤林分局长江世宏 华林县巡守大队大队长张维明 除了是向巡守队致意感谢 也特别加强防炸示炸的宣导 让台下每位巡守队员 成为警力防炸力量的延伸 除了基础的急救防灾训练 以及相关法令的温固之心 华林社区巡守队凤林 中队这一场常年训练 凤林警分局也特别加强防炸示炸的宣导 增加打炸的能量 我们组维这边讲究是 我们辖区受过好几件的讲究这个案件 甚至冰片台湾以上 甚至500万700万都有 台湾诈骗猖獗打炸警力有限 社区巡守队成员也就成了警方 打炸防炸力量的延伸 凤林班局长江世宏表示 光是这一周全台诈骗案件就有将近700多件 单周诈骗金额就超过8亿6千多万元 呼吁全民一起来打炸 看昨天一下就被骗8亿2千万 吓一跳 一天就发生将近700件的诈骗案 所以真的需要各位的帮忙 虽然是例行性的常年训练 但面对台湾诈骗事件持续不坠 华林县警察局局长王旭昌表示 仍得要仰赖社区巡守之力 警民合作守护社会治安 可是华林大家都知道 是全台湾最大的陷阱行政区 我们警察站在华林县 各位一下就不见 每一个手像凤林这边有17个手 大概有一半的手是5个人还6个人 分家是手 这时候就需要我们各位好兄弟 晚上或者白天出来协助我们自己 协助我们在社区巡守 欢迎新手大队凤林中队 16号晚间在光复乡丹 活动中心举行 今年度下半年度的常年训练 县长许正威也特别到场参加 亲自颁状表扬 借领荣退的巡守队员 感谢他们守护社会治安 无私的奉献付出 这是一个很庞大的名义 所以人家说公布门的力量有限 但是名利无常就是如此 尤其是花莲难得这个的狭长 我们要各个多地理上的困境 所以在这里再次谢谢 许正威也接续提到 明年度花莲县的各项重大建设 文化产业经济社会福利政策的推动 要和巡守队一样守护家园 照顾好花莲的乡亲 记者是玉兰张敏泰 光复采访报道